有个问题就是 昨天呢学的下来以后 我看了看那个十五章的十二节 有一个 那个 inter into 十五章的十二节 嗯 十五章的十二节 我看一下 十五章的十二节 就是他这个立约 enter into a covenant 他们要进入一个约 ok 进入enter into a covenant 你可以说就立一个约 也可以set up a covenant 你也可以说enter into a covenant 他们要进入一个约 这个地方用enter into a covenant 这完全是作者的写作手法的问题 他有很多种说法 他进入这个约是要干什么呢 to seek the Lord 他们为了寻求耶和华 而且他们寻求的方式是 with all their heart and soul 用他们全心 全灵魂 全性灵的去追求 寻求耶和华 要不说我看这个地方好像不太明白 我这个进入 怎么会跟那个建立有关系呢 好像立约立约一般都是用那个set 还有其他的 这个就是这样子不明白 看到半天也不明白 那个写作手法而已 这个地方写作手法 就是他们跟神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关系 更亲密的关系 所以他说他们就立约 其实他们本来耶和华跟他们就有 他们祖宗就有约对不对 他们现在这些人更有追求 所以他们要要再进入这个约 enter into a covenant 自从这个意思明白了 要更近身的 然后进到这个约里面 对 没错 enter into a covenant 因为他们进入这个约的目的是 要跟神的关系更好 他们想要来寻求神 那我们今天进到圣灵里面 也是用这个 我们已经经历了圣灵 要更深的进入 enter into the Holy Spirit 可以进入圣灵之中 对不对 enter into the Holy Spirit 好了老师 理解了 谢谢 好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刚才有一个Tribute和Gift 是不是Tribute的比那个Gift要大呀 这个词 Tribute是进贡 进贡 跟Gift不一样 当然我也可以说 我现在送你个礼物对吧 但是Tribute的意义 更深一点对不对 Tribute跟这个Gift Gift是普通啊 我现在高兴 我就把我们家的金子 采两块送给你 这是一个Gift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是向你扶手 称臣 我希望你不要打我哈 咱们俩维持平和平 OK 咱俩和平相处 这个时候就是Tribute了 OK Tribute 像以前中国称王的时候 四周的国家会来进贡的 越南 什么高黎 什么什么地方的人 中东一带也有人来给我们进贡 不是吗 那个就叫Tribute 但是研究事情是夸大 是贡品吧 是贡品的意思吧 Tribute 对 进贡 进贡就是说 而且是 通常进贡不会是一次性的 他每年都会来进贡的 不会只一次性 一次性就送礼就是了 但他如果他固定的降服于你的话 希望你保护他 OK 老大哥你别打我 我向你称臣了 我向你那个什么了 这个是Tribute 但是中国历史上有很多Tribute 你要你读的时候要小心点 因为中国人有的时候 也是自己很夸大的 人家也许只是来看看你送点礼 然后结果中国人就说 你看他向我们称臣了吧 向我们进贡了吧 什么什么 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这样的事情的 OK 所以 一般来讲Tribute 就是就是首先Tribute一定是进贡 他一定是定期的 而且他送的礼绝对不是小小礼 一定是大大礼 你不送大礼 人家怎么能保护你呢 你交个保护费呗 对不对 所以这个Tribute一般来讲都要送大礼 以国家的名义 整个民族的名义来送礼物 好 个人个人的就是那种Gift 刚才你说以国家的名义 国和国给礼物 就用Tribute 是吧 对 对 没错 Tribute 个人的话 我就 中秋节送两块月饼给你 这个是Gift 对不对 这没有到进贡这个地步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那个进贡的话 那个是不是通常就很多很多的那种 大量的 当然要很多 你要把你国家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才能讨我喜欢啊 我才能做老大哥保护你啊 对不对 你送的不够的话 怎么还指望我保护你呢 因为进贡就是要俯首称臣嘛 要求人家保护嘛 是不是 好 有没有问题